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领导人哈利尔被暗杀之后 还有加上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也招刺之后 整个中东的局势是不是能够会像我们题目所讲的 开始延展开来 变成一个区域性的毁灭性战争 这是一个点 再加上了这种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争斗 到现在目前没法停业 去年10月份到现在 一直还没法停业 以哈的这种停火协议 到底会不会受到这一次 两起刺杀事件的影响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俄国 俄罗斯跟美国 在进行冷战以来 最大的换球活动 这个对目前的地缘政治 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军装你可不可以跟您谈一下 中东这样趋性的全面战争 有没有可能爆发 我觉得全面战争爆发肯定不大 我们讲全面战争 就是国与国之间战争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真正的 这种国与国之间战争 在两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 一种情况就是说 在这个国都比较穷的时候 比较乱的时候 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国与国之间战争 还有一个肯定就是在 一方可以占绝对优势 就是在一场有限的战争 可以消灭对方 我觉得中东局势 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以色列杀死的 无论是哈马斯还是珍珠党的 都是有它的理由的 就是换到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这个 它是维护国家安全 不论是国防还是搞情报的 都会采取这种手段去做 所以这些大国 这个心里都明白 现在呢 中东国家不像 上个世纪的时候的 那些中东战争 那时候中东国家 以为能消灭以色列 现在谁都知道 以色列是消灭不了的 打一场这个持续 很久的那种消耗战 他们受不了 而以色列实际上也是有限报复措施 并不是想发展全面战争 打败阿拉伯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些国与国 但是呢 这种姿态都得做 因为做完姿态 中国斡旋 在将世界各国都在提供保护 特别是美国如果态度坚定 而美国到现在为止 两党在这种态度都比较坚定 所以呢 我觉得阿拉伯的这种国家 包括伊朗在内也不会轻举妄动 伊朗现在有几次了 都是做出很大的动作 但是实际上最后又是归于 就是做几个象征的动作就完了 我想大概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中东也一直战事不断 这种战事不断 主要是通过一些 在一些民兵之间进行 而所谓的民兵 其实也不是纯民兵 纯粹的民兵的战争 是打不堂的 也很快会打出一个超级霸主 主要还是通过白兰奥 就是在中东的下面几个大国呢 他们在背后操纵这些战争 这种战争其实一直在进行 从来就没监挡过 像珍珠党和以色列的 还有像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 这种争斗 那这次呢 我觉得以色列是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其实现在人在讲说哈马斯之后 那么以色列会不会就 马上转道就对珍珠党 要进行全面的开战 这个呢 是一个大家在猜测的话题 如果打起来就能 伊朗会不会全面参战 我觉得伊朗不大会 一个是美国态度非常坚决 如果伊朗参战美国就解除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要是伊朗要是这个做出一些这个举措 我也觉得伊朗现在上的这个总统呢 还是比较现实的地方 所以那这个至于说那个美俄换球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惯例 美俄换球本身并不会影响这个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但是呢确实通过这样一个双方的善意举动 给乌克兰未来的解决和平盘板创造了一个契机 因为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实际上美俄之间关系比较紧张 俄罗斯就坚定的 美国是想通过乌克兰这个事呢 想这个打击消耗俄罗斯 那么拖垮俄罗斯 或者打败俄罗斯 那么美国呢实际上就是想保护乌克兰 支持乌克兰 其实美国一开始也劝过泽连斯基搞一个流氓政务 但是乌克兰在顶住了 就在这个在卡尔克夫的一轮攻击之后 那么美国才可以支持乌克兰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也希望这是有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其实这个方案的最后的落脚点在哪 那还是在双方来谈 现在如果乌克兰决心打 美国还会继续支持 川普上来之后 我觉得呢其实泽连斯基可能大概 并不是担心什么那个换球问题 他更担心的美国11月大选 会不会把川普选上来 如果川普前总统再继续当总统的话 他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戏剧性的大动作 这是个敢想敢说敢干的一个 但如果要是做出一些大动作的话 会不会给乌克兰造成危机 但是我也觉得这好像也不大 能够有颠覆性的这种这个结果 因为很简单 就是欧洲现在早就开始考虑 在这个第一次川普任期就考虑过 美国是不可靠的了 那么假如以后 特别是现在川普如果能再连选连任的话 现在欧洲早就开始谈论 如果美国在欧洲 不能够再承担这种主角的话 维持这个集体维安的主角的话 那么欧洲要承担起角色来像 一般来讲这个背一个欧盟的 法国比较厉害的 法国的态度都很坚决 甚至主张派兵直接去乌克兰 那就是而欧洲呢 你想他人口五亿对俄罗斯不到两亿人口 他的经济更是俄罗斯没法比的 他的技术各方面 其实俄罗斯就那几千颗原子弹 被威慑欧洲 其他的他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如果欧洲 而且假如说真的要是决心去支持乌克兰的话 他的实力也不小于美国 只不过就是过去呢 美国呢 因为长期在欧洲再通过北约承担抉择之后 欧洲呢 有一个这个当免费搭车者的心态 已经习惯了 一旦要真的是欧洲觉得他们的存亡是问题的 比如像俄罗斯接轨的一些国家 现在实际上都把这个看得很重 都在比如像两个长期中立关系上 加入北约 加入这个都是卓明的一个迹象 欧洲正在团结一致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把它看作欧洲区域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事情 都是为有惊无险 反正媒体嘛 就是总之为一些 可以炒作的刺激眼球的事件 咱们也可以在这迭迭不休的讨论 但最后结果大概就一个 就是让我们都是这个激动了一场 但实际上呢 这个有一个饕铁大宴吧 就是在讨论 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 还是呢 就是归于这个无声 不必我想发落这个 我军道提到的 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 他认为中东的两大强行 伊朗跟这个以色列 在这一次的珍珠党 或者是说尼巴润 或者是哈马斯这边 现在进行的一些攻击 或者是暴物行动 都是所谓的演戏型的 或者说点到为止 你觉得为什么两国会这样子克制自己 当然首先就像刚才军道谈到的 包括伊朗 还有这个中东的一些比国家 和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国家的概念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内部有这么一些军事组织 这些军事组织不完全是从属于政府的 他们常常会有些独立的行动 包括哈马斯 他也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政府的军事武装 这么一来 就是说使得他们和以色列之间这种武装的冲突 就很难真正的平息下来 也就是说有时候政府并不想打 但是下面有一组织他就要打 这么就打起来了 但既然情况常常这么造成的 所以政府他要决定 是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打这场仗 他就有很多别的考虑 因为他面对的是以色列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他处于一种那么很艰难的环境 他对他对维护自身的安全 那是有着充分的这个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 那就是无论如何他要尽全力 他可以尽全力的 不惜一切 他一定要把对手给打回去 而这种感应冒险就是因为他无路可退 那么对伊朗政府来说 他就不会做这么考虑 因为他如果控制住内部不去打 是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 他没有那个 也就是他的存在不像以色列 以色列始终有一个存在的危机 因此他就可能用尽全力来反击 而伊朗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会发现呢 如果真和以色列打起来了 到头来自己这方面要受很大很大的损伤 那么因此我想从这个角度 他就未必愿意打 因为过去中德好几次战争也证明 就是以色列周边的很多国家 尽管都对以色列出一种敌对的态度 但是当他们以政府的军队正规军这么打起来的话 常常都占不到便宜 而且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 这么一来呢 由基于以前的这些教训 我想这个现在伊朗也未必 这个就是会 真的会因为这个哈尼亚的这个死 被刺 然后去发动一场大的战争 韦东我想把这个焦点放到美俄换球的事情 因为美俄换球牵涉到美国波兰 还有斯洛维尼亚 土耳其甚至挪威 很大的一个换球 就是冷战以来最大的换球 刚才君老奇也提到了 这是一个固定式的 但是毕竟在这个节骨验 牵涉到美国和俄国人 将近二十几个人这种换球 你怎么样来观察这样的背后 跟泽人士气这种关系 跟俄国战争这种关系 跟美国大型这种关系 我还要补充说几句 那个伊朗的事情 中东 对 中东的事情 这个我不认为会爆发全面战争 但是伊朗的有限报复是可能发生的 因为他那个最高精神领袖 已经下令说是要报复 但是虽然上一次的那个报复 就跟放了一通这个礼花一样 这个用一通商业无人机 遥遥的飞了一千多公里 好多个小时 然后炸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 也没有造成什么伤亡 就象征性的 那么这次呢 这个当然美国的这个航母 马上就跑到阿拉伯海去了 本来这个 这个是在红海 是控制着也能这个脱协军的 这个那这也让人想到 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刺杀 可能有美与双方的这个合作 所以这个美国的航母 做出了迅速的动作 而且警告伊朗不要动 你要动的话我就要打你 那这个 但是伊朗呢 也不会说这件事就这么 呃 消无声息的 就就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因为呢 这个你等你等于 这个跑到他的领土上 去刺杀一个他的客人 而且是在这个就职典礼期间 这个呢 这个对伊朗来说呢 侮辱性很强 嗯 这个有没有可能伊朗鼓动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呃 对以色列呢 发动全面进攻 美国方面呢 和以色列方面呢 也希望 这个这个能够跟真主党 彻底打一仗 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 一共就五万人 这个武器专卫也没有那么多 那么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呢 如果能够爆发一场 这个以离之间的全面战争 这个第一分散了这个全世界 对加沙地带的关注 第二呢 这个这个可以救击 这个这个消灭真主党 真主党也是禁不住 这个这个以色列党 又如果发动 发生全面战争的话 呃 但是呢 这中间呢 又发生了另外的因素 就是叙利亚呢 也开始这个这个掺和这件事 这个跟俄国方面也见了面 所以呢 我不认为中东的未来一段时间会比较平静 说这件事儿这个以色列就是吞个苍蝇就吃了 就算了 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伊朗 完全不做任何反应 但是呢 因为完全不做任何反应 这个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形象就完蛋了 就是就是上一次已经证明它就是纸老虎 那这一次呢 如果它继续当纸老虎 那以后就不要在这个地区待着了 等于等于基本上就就屈服了 呃 也因此没有办法再停下来了 因为哈马斯方面已经宣称 说是这个这个合同谈判永远不做 所以呢 这个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 它就是不想谈 那么这个这个再爆发跟利巴勒的冲突 然后顺势消灭珍珠党 这也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愿望 美国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支持 但是背后会不会有其他大国 比方说俄罗斯和这个叙利亚加入进来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个如果俄罗斯和叙利亚也加入进来 对于力量平衡方面造成很大的问题 这个这场仗也可能打得很大 所以呢 那轻易的说现在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那可能不是一个很客观的看法 我们还得再观察 至于这个俄乌方面 我基本不同意俊涛的这个说法 就说这个好像就是媒体炒作呀 如何这个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这个不是的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这个他说的迅速解决俄乌战争 不再支持乌克兰 而且呢 从这个共和党的总体战略是联合俄罗斯 尽可能的联合俄罗斯共同对抗中国 认为这个 这个原来拜登的策略 把俄中两个国家 拉得这么近 去种战略失败 这个呢 是共和党和川普一再坚持的一个看法 所以呢 这次这个拜登 这个这个搞了换球之后 川普马上出来批评 说要这个事儿要交给我的话 我可能用不着付这么大代价 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扣押的和在德国扣押的那几个 那几个这个俄罗斯的 因为是俄罗斯换回去十个人 这边呢换回这个十六个人 一共二十六个 这个这个 这个美国方面有很多人批评拜登政府的做法 说给俄罗斯一下子放掉十个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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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大损失 川普说这个我用不着付这个代价 就可以把那个你们希望的那个那个那个美国的那个海军陆战队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都都要回来 这当然是竞选竞选语言的批评了 但是呢 这个拜登政府都去迅速的跟俄罗斯来完成这件事儿 完成换球 说明不仅川普未来对乌克兰的支持 会这个这个完全会甚至会完全停下来 逼迫停火 这个连拜登政府都开始发生某种动摇 在这之前虽然这个美国就在两天前 给了乌克兰17万17亿美元的这个新的军事员工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导弹呢 各种各样的装备 而且呢据说呢已经有几架这个F-16战斗机交付 当然不是美国的了 是这个这个北欧的一些的这个F-16战机交付 这个俄罗斯方面已经侦查到这些F-16战机在奥德萨上空在试飞 那么这个似乎呢 这个美国方面要要进一步进一步挺乌克兰往下 往下这个进一步抵抗 但是呢俄国又迅速的跟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战俘 而且纠缠这么久的一件事 这个是已经纠缠很久 牵扯到七个国家 而且在这个第八个国家 就是在这个在土耳其这个这个去交换 这个这个而且这个这个牵扯到这么多人 这个一览的计划已经谈了很久了 就说明了美国政府跟这个俄罗斯政府之间 这个在在总体上的沟通上又在恢复 而且呢完成了一个共同都或双方都满意的 这个这个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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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换球行动 美国方面呢当然给自己加分 这个拜登啊和贺锦丽都去机场迎接了这个 那个归来的人 这个古今呢也到机场去迎接了他那个所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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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英雄 就是那个那个关在德国的那个人 是等于说俄罗斯科普国派出去 刺杀那个在车臣 导致俄罗斯士兵很多人死亡的一个车臣指挥官 那么被刺杀完了之后 这个就被德国政府抓了 而且判了无期徒刑 已经关了很多年 这个这个这这这都是这个 而且是俄罗斯跟美国方面要求换球 一直把这个人派在第一号 这个美国方面也一直要求 把那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派到第一号 那么这个人能够回家 那么对拜登和贺锦丽的选情 都有很大的这个提振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人能够回家 对普京的这个在国内的形象 至少是有很大的提振 那么美俄两个现任政府 美国现任政府 去跟俄罗斯之间做这种交易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个冷落乌克兰的含义的 那么如果再换成拜登政府上来 或者换成川普政府上来 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这个这个 急急忙忙的要各种谈判 要各种这个这个 包括就这个要割让领土 就是说克里米亚啊 包括现在丢掉的乌东四周 这个泽连斯基说这个我作为总统 我说了不算要进行全民公投 这个都是开始在为停战做某种准备 甚至要割壁求和或者说军地平火做准备 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对俄乌战争和乌克兰的影响是蛮大的 这个这个不能说什么都会发生 这是我的观察 嗯 这个要进到先补充一下 我再请郁文 先郁文说吧 先郁文说 郁文那个我想接着这个伟东提到的 这个纳坦亚胡刚到DC来访问 我想这个事情中东局势的这个演变 是在他访问之后才回去的 那你怎么样看待现在目前的局势 那另外 欧乌换酒刚才未发了这个伟东的看法 你觉得对这个未来川普上任 或者是说不晓得11月大选结构怎么样的话 对这个欧洲之间的战争 听我协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以色列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 这个我们讲暗杀的这个汉牙的这个行动 现在对这个中东局势投杀了一个 不能说是重大的辨识 但确实是团队者一直辨识 从我们讲这个问题来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巴勒斯坦 一个是这个伊朗 那么从巴勒斯坦来看 基本上是 我认为不太可能有所行动 为什么讲不太可能 一方面就是哈马苏现在 基本上被打残了 这个很难有一个力量 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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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军属的一个反击 这个基本上它没有这样一个力量 另外就巴勒斯坦内部各种派别众多 所以就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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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这个轮得必杀了 从其他的派别比如发达赫来讲 他未必说未必不是一个好事 未必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样的话就这个削弱了这个哈马斯的这样一个 在巴勒斯坦的内部力量 所以讲这个增加了这个这个发达赫的这样一个力量 其他派别的力量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从巴勒斯坦来讲的不太可能就是说有什么有效的行动 但是从伊朗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近好像是在交织他的一些几个小兄弟到这个德海南来开会 这个开会的主题就是上了怎么报复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我同意刚才伟东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不太可能 因为伊朗的话你要大上注大规模的报复 也是就发射导弹了 发射导弹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种发射导弹的话 以色列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嘛 双子发射导弹的某种意义上是 双方之间的某种还具有某种默契 但这个可能以色列不会有 跟伊朗不会有这样一种默契 所以讲我讲的这个发射导弹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但是是不是会交集他的代理人 比如讲黎巴伦政治党或者其他的 菩萨武装或者其他的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报复 或者说是进行一次暗杀发动 因为你在我的领土上暗杀这个哈尼亚 那我要个在全球范围来暗杀你以色列的人 这个不管是使馆或者其他的政治人文 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有限的君主神通也许可能会发生 不会完全的不做事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这个对高精神领袖 好像对伊朗的话是没法交代过去 因为这一系列我们讲伊朗本身 他是被几个他的那个我们讲苏联曼尼也是被暗杀的 他的那个那个核子科斯加也是被暗杀的 然后以色列炸了这个祝黎巴伦的你的这个使馆的人员 你都没有一个过去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应 那么现在在你的领土上把这个哈马斯的最高领袖给大家消灭了 所以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了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有会有所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的规模呈直到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是属于要观察的一个地方 那基础是这个俄乌之争的这个换球行动 过去也做过啊不是这不是第一次啊 不是第一次做也过去也做过这种换球行动 啊那么未来如果说大家都预感到这个特朗普 川普要上台的话啊再换球不看不这个应该是不会不会有了 因为这样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啊 所以讲我觉得不会有下一步的换球行动 但是双方之间会不会在这四个月的时间内 所以比如说比如讲这个俄罗斯来讲他预感到如果特朗普 川普上台的话呢他会加强这样一个行动啊加强攻击的这样一个力度 我们讲接下来如果川普上台那就要谈判的谈判的话就是说我战灯中得到的东西更多 那在谈判中当然就更有力了啊更有力啊 所以那这个乌克兰来讲呢当然也会利用这个北约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武器啊 如果你俄罗斯加强行动那我就在反击过去就让你受到更多的损失啊 这当然来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反击的这样一个力度啊 以及他目前的这样一个军事的能力 军事的能力 所以俄乌接下来我觉得这个的未来的四个月 俄乌之战的这样一个战争呢 有可能会比现在进一步的强化啊强化 你觉得会升级吗 这未来四个月啊 不不不这个升级倒是不一定啊 升级倒是不一定的升级就是说攻击的力度啊 俄罗斯攻击的力度可能会比现在加加强啊 那么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反击的这个力度呢 也有可能就是会比现在加强啊 是这样的 因为都是为接下来的这个美国大选川普上台 这个接下来的如果要做谈判的话 他这个谈判作用起的更好的一个筹码啊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考量 不太那么当然就是如果反过来讲 也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觉得现在的力度可以 但是乌克兰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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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一步强化反击的力度 我觉得如果不管是这个力度是俄罗斯引起的 还是乌克兰引起的 我觉得都会他双方之间就要有一方就是说 我们讲加强力度的话了 那么另一方可能就会双印的这样一个反应啊 但基于川普上台之后 会怎么这个变化 那我认为可能大概的他会要实践自己的 说二十四是解决欧武战争的这样一个诺言 当然这个二十四是解决不了的 但他会去做这个事情 假如是民主党这个贺锦丽上台的话了 我认为这个俄罗战争的可能还会要继续的打下去 继续的打下去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来军导补动一下 对关于这个中东局势 我已经讲了就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不大可能会发生 因为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无心去打 让伊朗其实他在这个阿拉伯内部世界 其实他们之间战争更多的 这个其实他还是一个少数派 就是那么在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刚才讲 其实打可能打大理人战争 这个也不大可能 他因为三个代理人像哈马斯 现在被打残了 刚才郁文银讲过了 那么胡塞武装和珍珠党这两个武装 其实以色列本来就准备了重兵 准备消灭 他们现在就在准备找借口 所以我也不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下这个令 因为调解战断 因为这个其实以色列下一个战争 大家都在猜测 是打珍珠党还是打胡塞 他肯定是要把这两个 找个时间找个时间都给他收拾掉 现在只不准这个借口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下一步 你可以看以色列政府 现在给全球发的通告 他不担心在他的边境 在发生什么第二个战事 第三个战事 因为伊朗现在也不直接接轨 伊朗也不大可能派军队过去 他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在世界各地搞苦补袭击 所以当那个伊斯兰 那个最高首领下令的时候 他那个命令 他们经常搞是恐怖袭击 所以我觉得 现在可能更多的这种报复行动 不是那种像放礼花发导弹 他就是用过去传统的 就是这种激进主义的 比较有效的方式 就是穆斯林激进主义 比较有效的方式 就是恐怖主义的这种袭击 在全球各地 实际上都有这种情况 那关于这个俄乌战争 我已经讲了 那个换球跟那个 基本上是两个事情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跟他拽在一块来谈 所以我讲了这个 这件事情本身 因为我们得知道 俄罗斯尽管和在这个 其实在冷战中 虽然西方世界没有接纳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 还是比如在G7会议上 后来变成G8会议等等 西方还是在很多地方 接纳了俄罗斯 只不过是在制裁领域 现在基本上都在经济领域 即使在冷战时期 这个美俄之间 签的大量协议 现在仍然在生效 就这种军备 他们的合作仍然在进行 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合作 实际上仍然在进行之中 而且中间废那个约 也是当时川普在废的 对吧 关于一个什么导弹的那个协定 所以我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美俄的关系 真正的就是冷户化 现在制裁都是在经济领域 那么至于说关于俄乌战争 即使川普下令美国撤出 这个我是怀疑的 如果川普真当选了 我们可以再讨论 咱们再看 川普当时在上一阵期内 他特别耿耿语怀的 因为他还是内政优先 就是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实美国就是要回到 孤立举内政优先的话 他最耿耿于怀的 就是那个奥巴马医保 他也不就中途就而废止了 现在这次也不提 这次选举也不提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个事情 川普还是一个 也是一个就是变色龙式的 如果假如民意很强 两党民意很强 那他会做调整 像香港的也是 他过去都说过 香港的就是要中国人 自己去解决 对吧 中国人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是 因为他打了电话 还怎么表这个态 然后中共本来要准备 从深圳发兵 后来没发 说不然的话 中共就多少个小时 就把香港拿下来了 后来又说呢 他说这个 怎么老人跟我说香港 他一副不耐烦样子 后来又 又开始又这个 两党把这个东西 都通过两院 他迅速签这个文本 而且非常轻松 所以我觉得川普 是一个对民意上 就假如民意非常强 他还是从善如流的 他比一般建制派领导 还要缺少这种 泥泥之态 那么这个问题呢 但是我刚才讲过了 俄乌战争的大变数 俄罗斯不要还去插手 什么这个 叫什么中东去冲突 他就能 他那块这个叙利亚 有个代理人嘛 这个当时在叙利亚内战 那叙利亚那个地方 他政府现在也很难 有什么作为 他内部的这种内乱 他当时还没有搞定 那么再说呢 就是往这边 俄罗斯其实现在呢 也很难 我觉得现在拜登在下台 假如他真下台 或者终结之前的话 那么他现在跟西方各国 加紧对中国做工作 要中国不要再给俄罗斯提供 这种就是能够 他的武器的这种生产的 这种零部件了 不要再提供这个 因为他们原来说 中国不提供致命性武器 到目前为止 他们比较严肃的报告 中国遵守的比较好 中国没有提供致命性武器 我们就说吧 就是武器 但是呢中国现在这个 他的这个加工制造业 是在支撑着俄罗斯的 这个军工生产 那个军工生产恢复得很快 他们希望中国能终止 而这个谈判也在进行 中国也没有说不答应他们 也没有拒绝他们 大概可能还在进行谈判 在筹码 在怎么去做什么交换 这个东西 那么我觉得再回过头说呢 说在乌克兰战士 即使没有美国 我觉得欧洲就是被美国给养坏了 这点我觉得川普看的 就是对的 就是因为美国承担太多的责任 欧洲这些国家 其实本身呢 欧盟也很 他的经济实力很压 人口 这个俄罗斯不到两亿 欧洲五亿多人加起来 那些国家都比俄罗斯经济水平 技术水平各方面 包括军事武器 都不输于俄罗斯 就是我说 俄罗斯就那几千个原子弹 欧洲也不是搞不出来 就是不搞就是的了 那么德国 法国 德国是可以搞出来 法国和英国呢 他要搞的话 现在的核技术也可以升级 那你说 他比不上俄罗斯 但乍本俄罗斯毁掉 这个核武器是够的 因为我们讲说 核威慑就是在于 就在于只要有二次打击能力 对方就不敢轻易启动核大战 那么在乌克兰的本土上打 其实普京到现在 也维持表态都是说 如果你打入俄罗斯 我就使用核武器 如果不打俄罗斯 是威胁 使用战术核武器 在这点上我觉得 如果欧洲如果下了决心 而且欧洲已经把这场战争 看作了欧洲自己的安全问题 这样各国基本上达成 除了多几个 那几个就是原来的共产党国家 比较三星二星之外 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比较坚定 那当然土耳其在这问题上 比较消极一点 这个咱不管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呢 乌克兰的战事呢 就是泽连斯基 还是能拿到足够的支持 只要他 乌克兰人民下决心打 那么这个 还是能够在协方 拿到足够的支持 好 中东局势的隐蔽 还有这个 我在补充 我就是 OK 伟东讲一句 包括时间 来请讲 同意 君涛和玉文说是 这个这个 还会坚持下去 就是贺锦丽上台 也坚持不下去 我就不解释了 OK 主要是 乌克兰没有人了 欧洲也不会下决心 去跟俄罗斯对抗 这个就是 贺锦丽上台 也坚持不下去 最后也还是 和台 所以 伟东的意见就是说 欧欧非停战不行 就这样 结论是这样 OK 现在还在中文圈里 转来转去的 那当然就这个结论 OK 台湾这个中东 跟欧欧的战事 我们把焦点放到 中国的内政 感谢您收看 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